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收容精神病患的龙发糖,近8年异常死亡97人,所被高雄地检署搜索后,检方今天指出,龙发糖住持是新闪,监院士行嫌与温敬特约医师转列被告并预令各30万元交报,主要与该糖去年爆发阿米巴疫情,结合病群具感染,疫情申报不时有关,而温敬特约医师列被告, 则宇开丽的死亡证明死因和病例不符,涉嫌业务灯在不时最嫌,检方调查,高雄市卫生区于2017年7月间接霍龙发糖发生阿米巴性立即之通报后,宣要求龙发糖提供该糖糖重名册,楼层平面图等相关资料,并派员前往访查要求改善基础卫生设施,违背告许性监院, 李信住持疑似于同年9月12日制作不时之糖重名册及楼层平面图持交高市卫生局,并向不知情之该局承办人员谎称传染病疫情首例系居住在该处2楼之糖重, 以设有刑法未造文书及违背关于预防传染病所公布至检查法令等罪嫌。 此外,龙发糖之糖重于去年10月间,经人发现遭人一铁链锁在床架上,剥夺该糖重之行动自由, 此部分许性监院,李信住持疑设有刑法妨害自由罪嫌。 令经检察官调取相关资料比对后发现被告温敬医师就许性监院, 李信住持送往温敬被告所经营医院治疗之糖重之死亡个案疑似有死亡证明书上记载之死。 王源英语并立记载内容不符之情形认为温敬被告已设有业务登在不实文书罪嫌。 雄前检察官本次传唤龙发糖内之工作人员到案说明为维护唐众日常生活作息及避免恐慌于行动前已伤请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高雄市卫生局协调调派人力在龙发糖内支援, 使唐众能得到妥善之照顾。